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的整个威权统治时代 假如从1947年228事件到1949年开始宣布戒严 一直到1989年宣布解除戒严 我们大概经历了40多年的威权政治的时期 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面 很多很多人的生活受到了影响 很多很多的记忆那样的伤痛 到现在都还没有远离 假如说歌它是属于庶民的集体记忆 那么从过去的歌里面 我们留下了多少 关于那一段白色恐怖时代的记忆呢 今天的节目想要跟大家一块来 通过歌 一首一首的歌 来回忆一下那段过往 这些歌来自不同的时代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风格 但是都是不应该忘记的歌 首先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第一首作品 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 这首歌来自1958年 我们就从这首歌开始听起 我们就从这首歌开始听起 我愿哪怕去心爱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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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着春天无望光 depende 那么胡思 Mist的嘲积 道��听起 心好在 望你永遠在我心來 倫啊 打開 心來的夢 酒的看見 我在那村庚 倫啊 打開 心愛的夢 酒的看見 心愛的人 水的人 逃避 流逆 倫的漸死 無關心頭欠賞 水的人 心好在 望你永遠在我心來 倫啊 打開 心來的湯 酒的看見 心愛的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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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啊 打開 心來的夢 酒的看見 故鄉的山群 水的路 路 千年 楊火的雙氏 無关心 寧願 心愛的河 那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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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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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來的夢 想的看見古鄉的山群 倫若踏去 想來的夢 想的看見青春的美麗 雖然前都不理想 終的將是相亡般淡淡 今春的美麗 今後哉 人天空眼在我心裡 今哪拉開 心里的夢 全看見青春的美麗 今哪打開 心來的夢 秋的冠季 青春的美麗 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到当时创作这首歌的前辈心里在想什么 即使现实看起来是这样的绝望 即使春光是这样的短暂 但至少那些美丽的场景 那些美好的记忆 还是留在自己的心里面 也只有在心里保留这么一点点温暖的火光 人生才能够一步一步地继续地往下走 在后解岩时代 也就是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期 有一整个世代的台湾青年人 他们开始要重新去学习 在课本里面并没有教我们的台湾的历史 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养分 就是来自几位前辈的老作家的作品 其中很重要的一位启蒙者是吴卓柳先生 他最有名的作品应该是《雅西亚的孤儿》 接下来这首歌要由陈纯杰来唱给我们听 这首歌叫做《无花果》 它是改编自吴卓柳先生的那本自传 他从他的前半生一路写写写写 写到了战后初期的这段岁月 整个岛屿流离的历史也都写在了他的笔下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陈纯杰演唱这首歌 《无花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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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風跟溫泉落地 猶猶水破冬冬生 無金無休 也無緣 一春我命在地生 無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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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金無休 也無緣 一春我命在地生 飄撇倒海來臺灣 熱心驚喜美麗島 飄撇倒海來臺灣 熱心驚喜美麗島 飄撇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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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心驚喜美麗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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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在年长一些 或者比我更年轻一些的朋友 应该都有过类似的经验 就是小时候课本上教我们的历史 当你长大到某个阶段 你接触到另外一种不同的历史的时候 你会忽然发生很强烈的自我怀疑 到底哪个版本才是真的 然后当你读得越多 知道得越多 甚至于你听到家里的长辈 朋友的长辈 说更多他们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历史的时候 你越来越确定 从小到大历史课本上讲的那一套东西 其实不是历史 那些都只是小说而已 然后呢 你的世界观就会整个重组 以前的英雄豪杰 一下子好像都变成了反面人物 再来你就必须要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 你要重新建构起 自己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 以前的英雄 不见得就是真正的英雄 以前被认为是盗匪的人 也不见得真的都是反派的角色 接下来这首歌 是由萧福德演唱的 要唱的就是这样的心情 这首歌就叫做 夏郎喜英雄 演唱的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骗人骗你骗自己 有人做夢做賣錢 有人真理是說一大堆 也有人坐你 鞋子一坐就是幾道年 什麼才是真正記憶 什麼才是真正的你 你敢不關心你心悲 我生的事情 影響的考驗 我們的列書將來都不交代 誰人知道 過去的事好也失敗 在這個所在 我們已經過了幾樓台 你心是真正想不了解 我心是真正無人愛 好必等待把人感慘 愛 早點有事誰哪 是有天空白啊 他才會知道 這位島嶺只為廟台 喔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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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真記憶 什麼真是真正的你 你敢無關心你心病 發生的事 影響的腳踏 咱的列書將來都無交代 誰人知道 過去的是好也失敗 在這個地方 咱已經過了幾個代 你心事真正想不了解 君心事真正無人愛 好憑丹 台馬人關懷 他到底影響是誰人 只有天空飛啊 他才會知道 他才會知道 這回到底一位女兒 君心事真正無人愛 好憑丹 台馬人關懷 好憑丹 台馬人關懷 當年有時少人 只有天空飛啊 他才會知道 做回頭頂 只為女兒 要可憑丹 台馬人關懷 作曲 李宗盛 刚才有提到在后解缘时代 很多的年轻人开始从很多台籍前辈作家 作品里面重新补课 重新学习关于这个岛屿的历史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吴卓柳先生 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启蒙者是杨奎老先生 他曾经在日本时代十度进出牢狱 总共加起来做了四十五天的牢 但是在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之后 他因为起草和平宣言被判了十二年的徒刑 他后来常常自嘲说 这是他这辈子领过最高的稿费 杨奎先生他在出狱之后 仍然过得非常辛苦的日子 他在东海花园种花 慢慢地很多很多年轻人会去东海花园看它 在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的课本里面 还有没有他的文章 但是至少在我小的时候 我记得就读过一篇他的文章 叫做《压不扁的玫瑰》 玫瑰花也就变成了跟杨奎老先生的形象 连在一起的一个象征 在九零年代初期的时候 青年创作歌手朱约信 他写了一首歌献给杨奎 而且从这首歌开始发展出一整张 向杨奎致敬的专辑《儿妈妈出嫁》 那都是我自己在大学时代非常重要的 启蒙的材料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朱约信 写给杨奎的这首歌《玫瑰》 《玫瑰》 《太盟之释》 一刘一帅回 它滾沉甸在土地 不驚風雨不驚小 堅強騎在無緣無緣無緣 它是倒數的每幾歲 堅甘在自己的土地 一對你沒 幾一張花 一對你沒 幾一張花 不驚風雨不驚風雨不驚風雨 不驚風雨不驚風雨 堅心滑雨過幾歲 它是地毀滅的每幾歲 毀滅在黑暗的人安低 不驚風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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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每幾一張花 雖然天過哪不完花 天後何時南風過 天後何時南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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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借北玫瑰 借澄火 借北玫瑰 借澄火 此時 借北玫瑰 借澄火 春天 若久惘 亜厚薄 世得付世 南風對頭上吹過 每年幾天早上都幾歲 人是臺灣政的每幾歲 生日就輸的願山咖啡蕾 生日南風三月是貴 一米的樂熊是貴蕾 一米三月 一米三月 一堆美鬼,一堆美鬼 一堆美鬼鬼 雖然說台灣在1987年解除了戒嚴 但是這個島嶼的人權狀況並不是在一夕之間 就從黑夜變成白天 事實上台灣慢慢走出威權統治的陰影 是一個非常非常漫長的過程 到現在仍然不能夠說已經盡起全功了 其中很重要的一個面向就是關於人權的狀況 關於司法正義的實現 事實上台灣一直到1990年代 甚至到了21世紀初期的時候 警察的行求逼供驅打成招都還是常見的現象 也因為這樣造成了好幾樁震動世界的冤案 其中非常非常著名的一個案子 就是蘇建和的這個案子 在公元2000年的時候 當時詩人陸涵秀 為那個時候被判了死刑的蘇建和等三個人寫了一首詩 也希望能夠喚起更多更多人 對這樁冤案的注意 從這首詩寫出來到現在19年 當然後來他們獲得了自由 但是台灣在司法改革這條路上 還有很漫長的道路要走 包括無罪推定的原則 也是一直到最近這幾年才慢慢落實下來 觀念的改變有時候比法律的改變還要更困難 深入人心的偏見要扭轉 有時候需要非常非常漫長的時光 接下來聽聽看 陳準傑為我們帶來這首當年陸涵秀的這首詩 《普城曲》的歌曲 《發光的靈魂 花光的靈魂》 《作詞曲 》 點路 每一輪的開的花 都是見過 見過風到風 是命中 愛跟她照顧 旁邊 搖滴的心 標是天地忘記 無關水啊賣 攏時間前途 未能將別的樂圖 火是河 火是江啊 火是上雲孫的光 拖滾的心靈 流落在紅紅 日外做火 春秋來咳咳 火是風 火是江啊 火是上雲孫的光 拖滾的心靈 靈魂的發燈 發燈的靈魂 未來看上眼 早點 樂懶 氣還是渡色 海族玉的味道 風 零泡 風 零泡 風 零泡 原位風 天衣 風 零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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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